NBA历史上的P图很多 随着球迷对于NBA深入了解 很多P图也被识破是假的 但是有些P图 真的是太逼真了 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境界 不是资深球迷 真的容易被骗 今天这些P图就是如此 能够全部辨别出来 绝对是资深老球迷 杜兰特大伤后就可以增击了 这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增加对抗性 毕竟他现在 经常客穿四号围 不过杜兰特手臂肌肉 没这么夸张 这真的跟灭霸差不多 如果杜兰特真有这样的肌肉维度 投篮肯定就没那么准了 霍华德魔术师时期的肌肉 那绝对是NBA顶级存在 不管是线条还是维度 那都是无可挑剔 这一次跟小四见面 霍华德肌肉碾压对方 没任何悬念 不过没这么夸张 如果不是新系的朋友 发现广告牌变形了 估计很多人会被蒙在鼓里 科比的离开令人心痛 但是他的慢霸精神能一直激励很多人 科比身材管理很好 不过退役后的他也发胖了 这张照片之所以让人相信 那就因为他是科比 大家觉得他很自律 退役后肌肉应该如此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科比 已经是大富贤贤了 易见莲可是公认的魔鬼筋肉人 身材相当完美 这跟他的自律分不开 来到NBA之后 身体更是有了长足长进 升级之后再回到CBA 那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易见莲真要是有途中的肌肉 那完全可以支霸NBA了 最后就是加内特 他摸篮板上岩的谣言至今有人性 他身高购壁展长 弹跳也是顶级 球迷把这几点联系到一起 就认为他可以摸到上岩 特别是有了这张照片 大家更是身心不疑 实际上加内特巅峰极限 就是贫矿扣篮 摸篮板上岩还差了太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